也好 欢迎收看8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玉里镇乐河谷部落在进行一年三天的逢年季 最后一天可以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孩子们表演节目 现场学中卫到场和部落族人共享盛举 他也表示说 今年看到很多年轻人回家 希望在外打拼的孩子可以常常回来把文化继续传承 位在玉里镇的乐河谷部落正在举行一年三天的逢年季 在逢年季的最后一天 可以看到各个年龄阶层的孩子表演节目 现场徐真伟也到现场跟部落族人共享盛举 徐真伟致辞的时候表示 今年看到很多年轻人回家 用在外打拼的孩子能够常常回到部落 把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把我们的家园恢复好 所以真的很希望我们的感应感到能够常常回来 能够常常回来 好不好 我们的感应感到是不是能够常常回来 好不好 现场说 也提醒 要来参与部落记忆时需要留意的细节 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以及记忆都有所不同 游客前往部落旅游或是观理传统记忆 请务必重视部落的规范 遵守专人指引 避免打扰记忆进行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